蔡蘇省蘇州市疫情升溫 網上視頻顯示 2月13號 蘇州五江區一些小區被管控 小區居民能進不能出 五江區聖澤鎮的大潤發也被管控 裡面的顧客無法出去 據官方通報 2月13號 蘇州新增4例核酸陽性 病毒的初步分析結果是奧密克戎變異株 由於中共習慣掩蓋疫情 相關數據有待核實 目前包括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園區總院 市立醫院 工業園區新湖醫院等多家醫院 已暫停門級診服務 城市中小學校幼兒園暫緩開學 現下培訓機構一律暫停 以前是昨天下午發現的 昨天大的超市已經關掉兩個個商場 蘇州五中區某酒店工作人員透露 整個蘇州市被要求全員進行核酸檢測 目前的話 您到哪裡都需要有個48小時的核酸檢報告 醫院已經關閉了 大部分的 現在的話都是小區內做核酸檢報告 整個蘇州現在是全員核酸檢 10號出現病例的企業位於蘇州工業園區 連建公寓附近商戶透露 整個園區都關了 隨著疫情升溫 當局的管控範圍擴大 截至14號中午 蘇州全市共設置了39個封控、管控 以及風險防範區域 新唐人記者陳傑、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 文章